字幕提供 各位觀眾 感謝持續收看 奇哥達哥奇達這一家 今天8月22號星期六 星期六晚上 因為今天早上台風來攪局 趕生活奇哥這邊跟各位說聲不好意思 因為今天所有的一些 活動 比如大道城的煙火 還有魚人碼頭的煙火 因為今天台風過境下雨 所以都延期了 所以各位觀眾可以看到我們這邊的排行榜 這邊有寫了淡水煙火殘煉 八威颱風發海警 魚人碼頭煙火 秀令則其辦 好 那這邊就是我們常跟玩家講的啊 你可以從Google的熱門索引來看一下 說我們有相關的一些新聞可以去看 那今天早上好像又有地震了嘛 又有地震規模 只是3.3級北部比較沒感覺 那各位觀眾還是稍微注意一下 近期的一些氣象報導 那 生活奇哥還是非常感謝各位的持續收看 記得訂閱點讚點分享 那生活奇哥每天都會找一則新聞 來做一個導讀 順便訓練自己的一個 導讀新聞跟增加自己的知識 那也希望讓各位朋友可以聽到 更多的相關一些知識 那遊戲的搶匪那個頻道 是專門在玩遊戲的 如果各位觀眾有在玩遊戲的 歡迎來個指教 看可以玩什麼東西 讓各位觀眾更想看 那底下我們有三則新聞 今天的講的是畜數 儲分的儲 暑假的暑 那這應該是個節慶的東西 那生活奇哥 順便導讀一下 也可以讓自己學習一下 什麼叫做處處 那第一則新聞是元氣網 我們底下都有貼相關網址 玩家 各個觀眾觀眾如果有興趣 可以點他們網址去看一下 更多的一個細節 處處 酷熱溫差大 飲食即辛辣 顧廢館 那這邊是2020年8月22號 凌晨三分 元氣網綜合整理 有沒有 佔230次也可以做分享 那這邊有的 天氣仁晴朗酷熱 處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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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 今天8月22號是24節慶中的處處處處處有指的意思 是暑氣到指打柱 他屬於秋天的第二個節氣 雖然前有力秋 也因感受到秋衣 但在台灣 即使處處處能火閃高張 也就是人們常說的邱老虎 屬的乌虎 俗語稱 處處處會瀕死老鼠 就是形容天氣酷熱 促暑中午雖然炎熱 但早晚較涼 昼夜溫差大 習慣晚上吹冷氣睡覺的人 不妨關掉冷氣 讓開窗讓空氣流通 記得要蓋好被子 不要糟糧了 出門最好戴一件薄外套 以備不時之需 那在飲食首重的是 顧廢館 促暑即吃辛辣煎炸食物 或韭菜 蒜、蔥、薑、八角、茴香 一家種秋召 由他們記者成立 彩的一個攝影 那中醫這邊有講 五臟配五色之說 白色十五偏寒涼 可知因潤兆 可知因潤兆 養肺 因此白蘿蔔、白菜、高麗菜、白花椰菜 洋菇、白木耳、甘蔗 或中藥材的杏仁、山藥、茯苓、白芝麻、百合、白嫂 適合一般體質者補身 秋天有造血會影響肺臟 耗損人體精液 出現口肝、舌燥、便祕、皮膚、甘癢等症狀 多喝水恐難以改善 不妨藉由日常的飲食顧肺管 既吃辛辣、煎炸食物 或韭菜、蒜、蔥、薑、八角、茴香、一家種秋皂、可泡 生金潤喉茶、香、楊桃、甘蔗頭、葡萄乾和冰糖入鍋後 加兩碗水熬煮 有助生金潤喉、紙和化痰 那這邊報導是由記者的一個詩敬如 諮詢由基層中醫師協會理事長陳陶宗 編註為文中受訪者 職稱或有變更敬請包含 那這邊下面都有相關的一些 同類型的文章 那也猜你喜歡會看哪種新聞 玩家有興趣以後可以點進去看一看 那第二段新聞的話 這邊我們看的是明報新聞網 那生活期間才能跟各位朋友分享 就是你看每次我們這樣找一些新聞 就有不同的新聞網頁 其實從早以前叫做部落格 人家更早以前叫做home page 如果各位玩家有經過那段日子 就知道了很多作者 他會把他的文章放在一個home page 或者放在他們的專屬網頁 或粉絲團 讓各位觀眾可以去欣賞 他們整理出來的一些文件 所以你看生活期間在這邊找到 也看到有更多更多的新聞網 才發現有天啊 原來有這些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記得要關注我 那訂閱點讚點分享 才會看到更多奇奇怪怪的一些 頻道新聞內容 那促屬二世節氣 中醫膠 促屬養生暗穴 三招養肺 明目通鼻翹 這是早上8025的新聞 略缺穴 略缺穴 喪心穴 還有銀香穴 那這邊中醫膠 中醫膠穴位 按摩三方法 幫助養肺 瀝煙 明目 中鼻翹 以及清 等等等等 這邊都想一些說明 那二世節氣的促屬 表示屬氣將退伏 而淺促 此處隨著陽氣 減消 氣溫燒降 並逐漸變得乾燥 為中午氣溫人高 註冊中醫鄧慧營 分享促屬 期間按摩穴位三方法 幫助養肺 瀝煙 靈目 通鼻翹 以及清頭目 那促屬按摩穴位三招 一 裂缺穴 位置在 前臂 勞側 圓 腰骨 筋凸上方 腕痕蚊上1.5吋位置 取穴方法 以左右兩手 五口交叉 一手指 食指壓在另一手的 筋骨筋凸上 食指尖 達到手腕之 凹陷處為裂穴 那真的有時候 練起來蠻饒舌的 所以我們跟各位觀眾朋友 常常就可以看圖片 看圖片大概是那個方位 這次講的是比較詳細的位置 建議的方法就是 樓按三到五分鐘 功能就是 潤氧廢氣 瀝菸開生 那再來的底下這個 第二個穴位 玩家可以上來看一下 這個網址有寫 從眉間的占竹穴開始 沿著眉骨青樓 三至五分鐘 明目 顧眼 還有上心穴 銀香穴 這邊按的穴道也是三到五分鐘 鬆鼻翹青頭目 所以跟各位朋友講的很多東西 就是短短的三到五分鐘 讓你可以去 提升自己身體的一個免疫力 這都是穴位的教法 那有興趣的玩家 可以點下方的網址去觀看一下 那又發現了 第三個網址這邊寫的是 健康遠見 其實遠見雜誌 大家應該比較常聽過 那健康遠見 這邊是寫對身體好 那你往下看的話 這邊有寫一些相關的說明 秋老虎來了 猝鼠養生 醫師提醒四個日常功課要注意 最後講的不一樣的東西了 那這邊的話 點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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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帶過去了 我們就直接念大標題 給各位朋友聽一下 因為他這邊的話 第一 冷不冷 熱不熱 小心秋老虎 就像我們剛剛有講的 中午很熱 但是下午就會涼 那晚上記得 冷氣可以關掉 開個窗戶蓋個小涼被 讓自己不要受風寒 那出門在外戴個博外套 預防受寒 那就是想 如果你去歐洲 流浪去十個八個國家 有高山有平原 有內陸有海邊 你會怎樣帶衣服呢 當然是可以一層層 往上加的那一種 不要比花俏不通風 又不保暖的好多了 台灣紡織業很強 機能性布料 銷網全世界 我以前還曾特地 寄回家鄉給老媽穿了 兼具保暖排汗透氣 快乾的機能衣物 買幾件好的來穿 天天怎麼變化都不怕 第二 認真考慮早點睡 一解秋乏 春天有春困 秋天有秋乏 都是因為季節轉換 冷熱相交 人體的啟動保護機制 暗示人以自身的靜 來自外在的洞 秋天的乏 特別會讓人早上起不了床 耽誤了上班上課 想睡就去睡啊 幹嘛應稱 只午睡能睡 是最好命的人 只是只時 晚上11點到凌晨1點 那午是午時 早上11點到校1點 尤其是夏天玩颱風 經常熬夜的人 到了秋天休整季節 之前元氣都耗損多了 現在會覺得疲累一點 也是很正常 可以比之前提早1個小時去睡覺 晚上10點9點8點都不算早 補元氣的 補元氣的叫 晚上8點就可以準備上床躺平了 那我們現在已經9點了 所以就算了 沒有啦 還是可以盡量讓自己早點睡 那總之以早不以晚 最晚不要超過晚上11點 如果書念不完 工作做不完 累了就先去睡 晚上11點到凌晨3點 睡好睡滿再起來用功 比撐著熬到天亮 又再睡到中午更理想 第三 伊士氣調神相機一樣早起 如果把皇帝內金當成一本預防醫學之書來閱讀 能為大大為自己減少使用健保卡的機會 上頭關於四季的指南相當中肯 在書問四季調神大論篇中 提到 秋天三個月 風變得比較急 萬物變色 人應該早握早起 以積聚心 此次安寧 以緩秋行 收斂神器 使秋氣平 無外其志 使廢氣輕 此秋氣之應 養收之道也 要是不這樣做 損傷的可是廢氣 在損傷廢氣的當下 人不一定會立刻感到不舒服 但已經種下了隱惑 等到了冬天就會出現 頑骨不化的拉肚子狀況 如果不想冬季長跑廁所 還是乖乖跟雞一樣起床 比較明智 那這邊有個提醒 與雞與雞聚心 是說跟雞一起起床就好了 秋冬你不要貪早 以為起得比雞早 就會比人家更健康 這一點沒有這種事 必須等到日光照到樹葉 行人光合作用後 才有新鮮豐富氣 你這時候起床才有意義 養生時間的拿捏 差一點就差很多了 第四 避免意氣外持 以收斂神器 上面三點都比較跟身體有關 但最後一點則是跟心靈 跟運勢有關 與春天的陽發生發相反 秋天屬於收斂內斂的季節 遇上好事不要太過高興 張揚一招人忌妒 張揚一招人忌妒 不顧招惑 遇上壞事不要太過傷心 悲秋悲秋 秋天消色已經夠悲了 若遇上壞事還要傷心 那可要一路犯賴 交成到隔年春天去了 請替自己進出一顆平常心 以對順利 泰然處之 平淡處之 稍微解釋一下 秋天為什麼會悲呢 有人看到落葉會悲 有人因為暑假 暑假即將結束而感到悲傷 這都有可能 但台灣秋天會變色 落葉的樹不多 那照理說大家應該都天天開心 為何又會悲從中來呢 答案是日照 你的身體裡雪清素水平 受到日照影響 颱風皆二連三來 晴雨不定 或是人自己足不出戶 在家趕暑假作業 又或則是連日霧霾 再不到陽光致死 雪清素下降 沮喪 失落 無力 失眠 就通通有可能發生 所以說 對至秋冬季節性的憂鬱 老話一句 還是趁大好晴天 多曬曬太陽吧 本文作者為 Dr.Lobsang的 洛桑預防醫學集團創辦 言文勘載於洛桑家餐 進行52週的修煉 一年後與完美的自己相遇 時報出版的 所以各位觀眾可以看一下 其實在相關的一些網頁 你們都可以看到這些訊息 也可以從中學習到很多 那生活期歌跟自己講 一定每天每天最少要來做個直播 做個新聞導讀 增加自己的文學 增加自己的朗讀 增加自己的一些電腦功力 跟直播的功力 也可以讓各位朋友 吸收到更多的一些知識 也可以利用手機聽的 可以用手機看的 那就記得訂閱點讚點分享 相關的頻道 我們在底下都有做留言 如果有興趣有喜歡 記得多多支持 訂閱免費 點讚免費 有什麼想講的都可以做留言 生活期歌在這邊 感謝您收看 謝謝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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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